晚年多大派对大家快开玩 天上被地下跑前起百怪 东东鸡头你你看看天空来 小鸡儿陪我开派对 欢迎好的朋友大家一起来 太爱的悟空龙怪兽 欢迎大家就来到山巷里打开 晚年多大派对几个开玩 我们的年多大派对好精彩 今天要利用长水滴来做茄子 需要的材料有紫色和绿色的黏土 来玩年多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柠檬哥哥 大家好我是优哥姐姐 今天是谁跟着我们一起来开年多派对呢 欢迎Fifi还有Fifi妈妈 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就要利用长水滴形来制作茄子 茄子是什么颜色的呢 这什么颜色 紫色 没错小朋友 所以赶快把你们紫色的黏土拿出来 一起来先做茄子的身体 好 差不多这么多 好 我要做小茄子 Fifi要做小茄子 所以就少一点点黏土 这么小 这么小啊 那第一个步骤我们一样 先把它按摩一下 让里面比较湿润的黏土跑出来 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搓圆 搓圆 搓圆了吗 搓圆了 好小朋友我们搓圆完之后 刚刚有说要用长水滴来做茄子 对不对啊 所以呢开始做水滴形状 对一边轻轻的施力 像这样子 可以用桌子帮忙 刚刚有说是长水滴对不对啊 所以就把它搓长一点点 好了 底下胖胖的 上面尖尖的 接下来我们拿绿色的黏土来做茄子的壁头 拿出来了吗 拿出来了 怎么做呢 我们先把黏土 先捏四小等份 一样大吗 对要一样大 差不多就OK了 好一 二 三 四 分好了吗 好 OK我的OK了 这些就算回去 OK我的也OK了 这些用不到的 我也放回去 好 那我们把绿色的黏土一小份 按摩一下 然后现在把它搓圆 搓圆 对小小的这样子搓圆 搓圆啊 再来呢 我们要把它搓成小水滴 好的好了 好了 这么快 好漂亮哦 来你们看 这样子搓一搓就可以 小水滴的形状跑出来了 那现在把它压扁 轻轻的 轻轻的 扁扁的 那我们要做出四片这样子的扁的水滴 好继续哦 所以重复刚刚的动作 嗯 菲菲好了吗 都好啦我好啦 好 那我们现在拿出我们的茄子 那记得尖尖的在上面 检查一下尖尖的没有在上面 把我们地头拿出来 滴小片水滴状 我们尖尖的 茄子尖尖的在上面 但是呢我们的水滴状 胖胖的在上面 像这样子 黏住 然后把四片都黏上来 胖胖的地方在上面 嗯 好了 胖胖的地方在上面 好那接下来呢 佑哥姐姐 我们要继续用绿色的黏土 不用太多 按摩一下 按摩完之后搓圆 那比较小了 所以我们用一根手指头就可以了 用一根手指头搓圆 搓圆之后呢 可以稍微有一点像这样子 前后前后长长的 然后搓出长一点的水滴 好 像这样子 也是一个小水滴 只是呢 这次不压扁了喔 哦 我们这次不压扁 长得像这样 好 Vivi完成了吗 完成了 炒水滴 好 那我们现在呢 胖胖的地方 跟我们的茄子黏在一起 好 好了 胖胖的地方 黏上去 抖 抖 哇 好 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做的茄子 完成了 虽然同样都是紫色跟绿色 可是每个人做出来的感觉 又都不一样 对不对啊 对啊 好 刚刚呢 是我们利用长水滴 做出来茄子 现在换小朋友 自己发挥创意了喔 到底长水滴 还可以做成什么有趣的黏土呢 Vivi你觉得呢 老鼠 老鼠 对 老鼠的脸长长的 好耶 那马上请Vivi来教我们大家 怎么用长水滴来制作老鼠 Vivi首先第一个步骤呢 我们要拿出 你自己喜欢的颜色的黏土 好 所以你是黄老鼠 嗯 我是一点点的黄老鼠 那我就是 灰老鼠 那我就是橘色的橘老鼠 好 一样先把它按摩喔 捏一捏 那接下来呢 要把它搓圆 好搓圆 好 我越来越圆了 你越来越圆了 嗯 好 接下来呢Vivi 我们要把它搓成 水滴状 哦 像我们刚刚做茄子一样吗 嗯 我发现 Vivi的其实那个老鼠的脸啊 还蛮像 红萝卜的 嗯 你摸哥哥 那我的一定会更像 你看 是不是更像红萝卜了 好再加点这个 哈哈 红萝卜做完了 哈哈 跟刚刚茄子不太一样的地方 是我们水滴的下面呢 要煎煎的对不对 对 好 藏水滴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要用同一种黏土 哦 同一种颜色 同一种颜色的黏土 所以如果你的老鼠呢 是橘色的 你就一样继续拿橘色的黏土 是灰色的就继续拿灰色的黏土 那做什么呢 要来做他的耳朵 耳朵 耳朵 所以呢 要应该用一样大的黏土 对不对 两等分要一样大 嗯 两等分要一样大 嗯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要把它搓圆 搓圆 而且我们要用成三角形 哦 好特别变成三角形 哦 那怎么样把它变三角形呢 Fifi 要用手 好 大家可以用手来帮忙 好 要说要把那个三角形压变 哦 所以搓圆之后呢 用手把它压成 三角形 三角形 压完三角形之后 还要压变 好 好 这样我们就会有两片三角形 可以来制作我们的耳朵 哦 好 好 接下来呢 Fifi 要这个把把这个角角叠在它上面 哦 到了把三角形两边的角 往里面像这样子卷起来 往里面折一下 好了 卷起来了 所以另外一个卷出来就会像这样子 对不对 嗯 那卷完了之后呢 老鼠的脸 哦 老鼠的脸拿起来 我们把我的耳朵黏在头这里 哦 黏在头上是不是 嗯 比较粗的这一端 哦 然后让它 站 这样子 哦 让它站立着是不是 对 站立着 黏在胖胖的地方 黏好了 可以黏上去了 好 那接下来呢 Fifi 我们还要做她的鼻子 哦 鼻子 鼻子怎么做呢 用黑色 一点点的黑色 因为我们等一下眼睛球也要用黑色 哦 所以鼻子一点点 嗯 一点点就好了 那要把它变成什么形状 变成圆形 变成圆形 好 搓圆 鼻子要怎么黏上去呢 黏在哪里呢 要黏在尖尖的地方 哇 哇 已经好像了 真的耶 好 那换一个姐姐黏黏看 好 我要把我的黑色鼻子 淋在尖尖的地方 胡萝卜 这样子就不像胡萝卜了吧 完全不像胡萝卜了 那接下来呢 Fifi 我们要先来做她的眼睛 眼睛怎么做呢 要先来一点点白色 好 要分成两等份 哦 好 然后呢 两等份分好了 然后把它按摩一下 按摩 完了 我要开始抽圆 然后 再把它压扁 压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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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老鼠 眼睛 眼白的地方 那待会儿要做眼珠子吗 要啊 好 所以呢 你的眼睛白白的 轻轻的压扁之后 赶快拿出黑色的黏土 来做眼珠子 再次不用压扁了 我们再次直接放到白白的地方 好 好 没有问题 眼睛可以让小朋友发挥创意 好 柠檬哥哥的椭圆形眼珠子也贴好了 对 好 接下来呢 贴上去对不对 对 要贴上去 好 耳朵的下面 耳朵的前面 耳朵的前面 哦 好立体哦 好乐 哇 好像卡通老鼠哦 给大家看看我们做的老鼠 太可爱了 长长的脸用水滴做成的 牛猫哥哥的是灰色老鼠 这个是那个小橘老鼠 我是小黄老鼠 小黄老鼠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利用长水滴的形状 做出了可爱的老鼠 还有茄子 小朋友也可以自己想一想 他会创意 长水滴还可以做成什么 有趣的黏土作品呢 等一下 我们还会继续用黏土 完成更多的作品 千万不要走开了 接下来要做的是 胖嘟嘟的河豚 需要的材料有 黏土工具 白胶 以及各色黏土 好 我们赶快来继续开黏土派对咯 那么在玩黏土之前 先来介绍一下 有哪两位小朋友加入我们呢 在优格姐姐旁边的是 立体 大家好 我是立体 在柠檬哥哥旁边的是 鱼飞 大家好 我是鱼飞 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很可爱的海洋生物 提示一下 它升起起来的时候会圆滚滚的 全身会刺刺的 是什么动物呢 河豚 没错 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河豚 首先第一个步骤 先选我们河豚它身体的颜色 立体把紫色拿得好快喔 很好 紫色的河豚 蓝色的河豚 那我就 橘色的河豚 鱼飞呢 紫色 也是紫色 也是紫色的河豚 好 首先拿起你的河豚身体 帮它按摩一下 捏捏 对 看你想要你的河豚多大 那柠檬哥哥建议你的河豚 越大越好 对 会很可爱 胖嘟嘟的河豚 捏捏 把空气捏出来 没错 这样子我们河豚等一下才会圆得很漂亮 如果呢 你都按摩完了 我们就开始搓圆 越圆越好 在手上搓 或在桌子上面搓都可以喔 好了吗 好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先做河豚的眼睛 一样黑色跟白色拿出来 那可以让你们眼睛大大的 或小小的 都可以 两等份白色 一样先把它搓圆 好 白色眼睛轻轻压扁 不要到太扁 因为我们还是希望可以保留 有点厚度的感觉 会比较可爱 一样 加上我们黑色的眼珠子 你想要你的眼珠子很大 你就黑色多一点 眼珠子比小的话 就少一点黑色里面涂 轻轻压扁 然后呢 慢慢地沾上去 眼睛都做好了吗 做好了 那现在就是小心地把它 黏在河豚的身体上面 好 慢慢黏喔 其实现在你要黏哪里都可以 因为你还没有任何的嘴巴 或者是它的鱼鳍都还没做出来 所以你的任何地方都可以 好 完成了之后呢 我们来做河豚的嘴巴 好 那我们先拿出嘴巴的颜色 那你们的河豚想要什么颜色 哦 有黄色 那我也要用黄色 那我用橘色 红色 好 我们先捏出一点点的黏土 按摩完之后搓圆 搓好了稍微压扁一点点 压扁一点点 压扁一点点 一点点就好 好 接着呢我们要拿出我们的 黏土工具 在中间的地方堆一个洞 转一转 所以圆车好了呢 拿起来 准备黏到我们的河豚 身上了 我们在这里 一 二 三 黏住 瞬间听到那个声音了 对 好可爱哦 拿着我们河豚 眼珠子 还有我们的嘴巴 给大家看一看 目前的阶段 现在那有点像章鱼 对 对 那要怎么样把它 从章鱼变成河豚呢 刚刚我说到 河豚生气的时候 会有什么东西 刺刺的 对 刺刺的对不对 嗯 我们现在做这些刺 拿柠檬哥哥想要用紫色 拿柠檬哥哥 这边也有个小诀窄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刺呢 不用到太大 这样子 如果你的刺太大的话 可能做出来河豚 会比较像向日葵 太大了 像花瓣 好 我们现在一起来做河豚的刺 差不多要十个喔 小朋友 我们一起来做刺吧 要记得搓圆再变水滴 然后水滴之后 下面再敲一敲 变成圆锥的形状 好 小朋友 如果你们的刺都已经捏好了 现在就可以把它黏到河豚的身上了 好 如果已经有点干掉的话 我们就用白胶 好 那我们黏刺的地方有个小小的诀窍 我们随机的黏 但是记得呢 我们旁边这两边 还有屁股这边 这三个地方 我们呢 尽量不要先黏到刺 因为这就是待会我们要黏 胸旗还有尾旗的地方 这三个地方不要黏喔 好 我们继续吧 有个姐姐的刺都黏上去了 看起来真的好刺喔 好可爱喔 那我们刺都黏好之后 拿出我们的鱼琪的黏土颜色 有个姐姐的是黄色 好 那我也是黄色 我的是黄色 那现在呢 我们先捏一点黏土 然后呢把它分成两等份 按摩完之后搓圆 搓完圆之后呢 把它搓成水滴的样子 我们用手指头的力量在边边 好 搓成水滴 好 搓出水滴的形状之后呢 把它压扁 像这样 好 轻轻地压扁 像这个样子 好 都压扁了吗 压扁了 那我们现在来帮我们的鱼琪 拿出我们的黏土工具 画出三条线像贝壳一样 仔细看喔 一 二 三 哇 会长得像这个样子 在后面的地方往里面压一下 让我们的鱼琪更明显 看起来真的好像贝壳 立体的贝壳了 好 另外一片也是 好 随一样三条线 好 再试一次喔 一 二 三 然后呢 哇 好漂亮喔 立体做得很漂亮 然后中间 这边 嗯 要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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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进去 就好了 好了 之后呢 我们把我们的河豚拿出来 拿出来 然后看一下 你要把鱼琪放哪个位置 哇 好可爱喔 哇 黄色的鱼琪 那另外一边也是 沾上白胶 黏上去 好 这样子我的鱼琪都黏上去咯 我发现绿色的鱼琪啊 有点像花野菜 诶 好像它的叶子喔 你的河豚是不是在偷吃花野菜 它其实是花野菜河豚 好可爱 好 那我们做好的胸琪两片之后 现在我们要做尾巴在屁股的地方 所以呢 我们要再找出一样颜色的黏土 但这一次会大片一点点 好 拿多一点点 大一点点就好了 一样我们按摩完搓圆 把它变成小水滴 一样轻轻的把它压扁 我发现用绿色的黏土当成是 尤其真的好像叶子喔 真的很像一朵橘色的花 对 好 一样啊 跟刚刚一样我们有压三条线 对不对 好 那这次呢 因为我们尾巴的地方 左右两边都看得到 所以我们前面后面都要压三条线 那小朋友在家里面呢 可以试试看用尺也可以喔 这边要还压力一边 一样三条线 哇 很棒 很漂亮 背后的鱼鳍也完成了 接下来呢 因为它是两面都会看得到的 那可能黏的地方会比较少 所以这边建议小朋友 就可以涂上一点白胶 不好了话 小心地黏到河豚的屁股上面 那牛猫哥哥放开 我发现了你看我屁股这边 还有一些空的地方 我就把我刚刚 多做的刺 多做的刺一起黏上去 这样子就完美了 嗯 好 小朋友 你们的河豚都做好了吗 做好了 好 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的河豚 好 檸檬哥哥做的河豚呢 是花椰菜河豚 真的耶 绿色的 我的是橘子河豚 因为是一点一点的刺刺的橘子 橘子色对不对 好 好可爱 那优哥姐姐的我自己介绍一下 粉红的刺 这个配色根本就是一个小可爱的配色 所以它是小可爱河豚 真的好可爱喔 那鱼妃你的呢 我也是紫色河豚 紫葡萄河豚 紫色河豚 好可爱喔 那小朋友 如果呢你们的河豚都做好的话 也可以像哥哥这个样子 咦 铃铛 对 可以把它变成像风铃 铃铛这样子 可以挂在家里面的门口 如果风吹过来的时候就会 很好玩喔 我们今天很特别喔 利用了圆锥形做出了河豚的刺 好不好玩 太好玩 下一次我们会利用黏土做出什么样子的作品呢 黏土派对下次见囉 拜拜 拜拜 今天的河豚做法也很简单 先搓出一个圆圆胖胖的身体 再搓两个白色的眼睛 然后轻轻的压扁 再做出两个黑眼珠 然后把眼睛黏到身体上 再搓出一个圆形的嘴巴 微微压扁后 在嘴巴中间搓一个洞 黏到身体上 接着搓出小水滴 底部敲一敲 变成刺 把刺不规则的黏到身体上 再来搓圆 搓成水滴形后压扁 用黏土工具压出纹路 旁边也要压 完成后 把胸膝黏上 接着一样的步骤 搓出水滴后压扁 压出纹路 变成尾棋 黏到身体上就完成了 下一次要做的是恐龙 小朋友赶快准备好各色黏土 和黏土工具 跟着我们一起玩黏土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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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